明明是三个人的年夜饭 眼前这位老父亲却坚持要摆上四副碗筷 而他的老伴更奇怪 家里每顿饭都要给这个孔作爷盛上一碗 嘴里还喃喃地说 这对夫妻并不是老糊涂了 而是在纪念自己去世的女儿 女儿已经走了整整一年 可老两口却好像魔杖了一样 始终无法释怀 2013年的贵州省都山县张灯劫彩 人人都在为过年张罗 七十多岁的爸爸陆运昆正一路小跑的开门 两个儿子一路封城地从北京赶回老家过年 这一天老两口盼了一年 爸爸揭开有步 从自治的锅炉里拎出焦黄发凉的拉长 老两口在二楼一边晾拉长一边仔细攀散 那些是给两个儿子带回北京的 那些要寄给远家沈阳的大女儿 大年三十万上 母亲递给老伴一支箱 让父亲像老丸童般点燃鞭炮 一家人围着丰盛的年夜饭边吃边聊 绚丽的烟花夹杂着欢笑声 这是中国人熟悉的年 是我们印象中留守父母的样子 镜头一转 已经是老两口惊婚五十周年的前夕 家里的子女就像返家的燕子一样齐聚一趟 姐姐陆庆伟是在东北上的大学 毕业后就留在了那边 庆伟一回家就吃个不停 说在回家的火车上碰到一件趋势 临坐的人把他和弟弟等成了夫妻 还说你老公长得挺帅 把全家人逗得哈哈大笑 但这事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这趟回家便是与父母最后的告别 父母是1963年5月18号节的婚 到明天刚好50年 母亲姓李 结婚时刚好18岁 父亲当年喜欢喊她18子 后来干脆就把婚期定到18号 母亲一边回忆着当年一边微笑 那时两人还住着又久又小的木板房 里面只能摆下一张窗和几条板凳 父亲跟母亲说 一切都准备好了 只要你同意 明天就可以结婚 第二天中午 一家人一起庆祝父母惊欢 在姐姐的怂恿下 老两口喝了一杯迟到了几十年的浇杯酒 母亲还打趣的埋怨 说眼前这个小老头只会喝闷酒 连正眼都不敢敲自己 第二天 姐姐轻微不仅没有像往常一样着急离开 反而是留下来陪着父母 还带着他们出去游山玩水 老父亲开心的就像出去玩的孩子 上一次和女儿这般亲密 恐怕还得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但母亲却说别高兴得太早 过几天女儿一走 你又得回心丧气好几天 谁知这句话却一语成诚 仅仅两个月后 女儿的病情就再也无法隐瞒 七十岁老父亲在女儿的坟前种满了辣椒 只因她担心吃草的牛会打扰女儿清静 二零一四年十月 陆运坤的女儿陆庆伟费哀乐化 住进了贵阳的医院 病痛的折磨让她撕心裂肺 哭爹喊娘 母亲听着喊声心如刀嚼 只能像儿时那样一遍遍轻浮女儿的的头 父亲则木讷地坐在一旁 自此两位老人再也没睡过一个好觉 寸步不离地守在女儿身旁 为她擦洗身子 泡草药 一生从不信佛的父亲也念起了佛主 只求奇迹出现 这天女儿的身体突然出现了好转 不仅有力气说笑 还一直对着弟弟的镜头搞怪 绝望的老两口就想抓住了最后的稻草 他们相信自己女儿就是那个万分之一的奇迹 然而一个月后 女儿还是骤然离世 亲朋好友们都在安慰家属 母亲则站在灵堂前发呆 唱嗓歌的老人歌词有云 我妈一生沉土里 养儿坚信 我本想要留你在 照顾我的夹杂 深入黄土 愿您安息 父亲望着女儿的棺木被送出家门 而回来只剩一张冰冷的照片 压抑许久的情绪终于爆发 女儿去世后 父亲就总把以前的家庭录像拿出来反反复复地看 这些视频里有家人一起爬山时的还生笑语 有一家五口过年时的景象 还有陆运坤最后一次上课时的样子 一个一个片段闪过 时光的流逝像瀑布一样倾斜而下 这天以后 家里每次吃饭总要给女儿摆下一副碗筷 老陆夫妇每天还会去女儿的坟前陪他说话 女儿的尸骨就安葬在自家的菜地里 他天生暧昧 老两口就在周遭中满鲜花 还围下一圈辣椒 用来防止吃草的牛把坟墓敲坏 不久后亲朋好友一起来扫墓 儿子也从北京赶回来几百 他们第二天凌晨就要赶回去 母亲赶早起来给他们做早餐 父亲把儿子送上出租车还依依不舍地目送着他远去 母亲把一切看在眼里 念叨着要是自己哪天不在了 老伴一个人该怎么面对这个家 就像2012年父亲用镜头记录下的一幕 明明是三个人的年夜饭 眼前这位老父亲却坚持要摆上四副碗筷 而他的老伴更奇怪 家里每顿饭都要给这个孔作爷盛上一碗 嘴里还喃喃地说 这对夫妻并不是老糊涂了 而是在纪念自己去世的女儿 一晃两年过去 父亲种的蜡霉再度盛开 久违的燕子也飞了回来 或许这是女儿在提醒他们 是时候该向前看了 在这一年里 老父亲突然迷上了养蜜蜂 他常常在那儿一站就是个把钟头 就算被折了也不躲开 看着蜜蜂终于静了风向 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看着没事就去顾到蜜蜂的老伴 母亲说你干脆把蜜蜂当初恋情认得了 这一年春节贵州抛起了雪花 小镇像是被盖上了一层白纱 就像往年一样 父亲写好了春脸 母亲也熏好了拉长 儿子们也准时回了家 父亲为了赶时髦 开始学习用卫星 有了这个以后聊天就方便多了 只是他发语音的样子 把母亲的眼角都笑出了眼泪 第二天一大早 父亲就招呼母亲出来看眼泪 自从女儿走后 父亲已经一年都没有捧过乐器了 伴随着眼泪的飞舞 父亲又演奏起了受风情 他爬上爬下的修椅子 换灯泡 说以后每天至少要为这个家庭做一件事 楼顶上气疯了 老两口像孩子一样吹着蒲公英 母亲说他舍不得吹 但蒲公英就像儿女一样 注定要飞向远方 这天天又下起了雨 老两口趁着到菜园子里试飞 顺便来跟女儿说话 母亲回忆起以前 说女儿最喜欢跳舞了 说着就唱齐歌来 母亲边唱边跳 父亲在一旁情声伴奏 雨后的大山百花繁盛 这里是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 也是他们相依相伴的地方 这是一部记录 真实家庭生活的纪录片 2013年 导演陆庆一将镜头对准了自己的父母 用1500块的超低成本 打造了这部戳中 无数过人类点的纪录片 纪录片拍出了老一辈人 如何面对人生 面对离别的样子 全篇没有撕心裂肺 没有大起大落 只有静静流过的岁月 老两口在片子里 读过了四个春天 又将赶赴下一次春天 也许 这才是爱情最美的样子 也是生活最极致的浪漫 这才是爱情的浪漫 也许